五个主题发言人之一 结果要发言之前 他突然发现 他出了五万美金 赞助这个会议才成为主题发言 而马云没有出一分钱成为主题发言 所以他跟诸委会讲 凭什么马云不付钱 我要付五万美金 然后诸委会就跟他讲 你是你要讲 马云是观众要他讲 然后他就 他有个非常漂亮的游艇 他说我把游艇开到香港 邀请所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演讲者和演讲者 上我的游艇玩 但是要求有一个 马云不能上去 我觉得这是胸怀 如果你不能包容你的对手 你一定会被对手给打败 是谁把周围气死的 是周围自己给气死的 周围亮根本没气他 你把对手当敌人 第一招就输了 天天挂着他巴子就练这个标 你只能打这一个 其他人都没有用 竞争是最大的快乐 如果你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你发现是你很痛苦 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一定你竞争彻底错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一杯竞争会成功 打得不错 我跟我们所有想跟我竞争的人 我们都赢的原因 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竞争者过 心中无敌 无敌于天下 第二个团队 我觉得团队要找合适的人 我以前从来不请那些名人当我的董事的 一般有名能力强又管很大企业的人 很少会真正化身心在你公司身上 他一年来开个两次董事会 然后呢 哎呀一讲 讲了以后 你听听觉得不对 但是你说他当时不对呢 你觉得不尊重他 他说我怎么了 我还是这么个人呢 大小还是个CE 这个董事对吧 你尊重他 你按照他这样做 肯定失败 我第一次请了一个副总裁 我们那时候总共500万美金 他开口说 今年的市场预算1500万美金 肯定要有的 因为他每年的预算 至少是4000万美金 请到我们这 我一年最多给他50万美金 他怎么花都不知道 50万美金 他说做过广告都不够 但我觉得50万美金 是可以做100个广告了 思考不一样 你到什么阶段 用什么样的人 根据你的需要 去找这样的人 千万切记 小公司找一些高手进来 公司本身的机制 管理能力是一个拖拉机 但是你请进了一些高手 它是波音77的引擎 你一旦装上去 有马达一启动 你拖拉机就四奔五连 所以我想团队的选择 请大家切记 不要求豪华 小公司找高手 你要把高手的心态调整好 我的CFO 蔡崇星 我今天还认为 他是我见过最棒的CFO 他在台湾出生 美国长大 美国念的耶鲁的博士 学的法律 在华尔街工作过 他的收入非常之高 但他也能拿500块钱工资 他说他加入我进来 我是吓了一大跳 他说我要加入你这个公司 那时候我们才18个人 在我们家上班 他加入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不错 但我最怕这样是觉得不错加入的人 我给他两个礼拜考察 你看清楚了 我们就这样的条件 然后我跟他一起到美国出差一个礼拜 天天的把都说得很透彻 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决定 最后他太太来了 他太太跟我讲了这句话 他说马云我知道我老公疯了 他加入你这个公司 但是我知道我不同意他 他会恨我一辈子 我支持他到你公司里来 那是他第19号员工 直到今天为止 他是我们的CFO 这样的人 跟你一样同甘功苦 点点滴滴重新接受 然后又是能弥补 而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 而是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得更完善 我再再跟大家讲 团队一旦找到人 对团队最重要的就是 对他们的信任 还有一家企业跟我竞争过 中午我去他办公室 他把整个灯都关掉了 我说这是干什么 省电 但是我跟员工是这么讲的 他说中午休息 但实际上他说我是省电 我想这公司完了 省电就是省电 这没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 干嘛省电还得说 同志们中午可以休息一下 员工不是傻瓜 所以那家公司我开了以后 我觉得麻烦大了 因为你在欺骗你的员工 员工与你之间最大的关系是 你要信任他们 我从不隐瞒任何东西 对我的团队 灾难快乐 只有有的是我告诉他们 不能讲的 不讲没问题 讲了都必须是真话 所以领导者的艺术 怎么做干部 怎么做领导 怎么去跟人谈话 我见过很多干部批评员工 真的是蛮痛苦的 要批评他 就要进来以后 先表扬他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表扬完以后 隐藏的说了一下 批评他以后 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然后又表扬他两句 说这个人走出去以后 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表扬了 还是批评了 觉得挺好 他还是老样子 三四次过以后 你突然说 这个人不行 我把他开掉 然后那个人很吃惊 你不是表扬了我四次 说我挺好的吗 财员也吃惊 千万不能杀两刀 我很可怜 我就不杀了 再杀两刀 你也痛苦 他也痛苦 这个人杀了七次还没杀掉 想清楚了就动 动手就快 刀越快 对他越负责任 尊重游戏规则 你小公司也有制度 一旦制度进来 必须对制度的尊重 是最高的 不是我要杀你 是制度要杀你 你违背了我们说好的制度 管理者 领导者 创业者 心要仁慈 但是 尊重游戏规则 建立游戏规则 明白自己要什么 明白团队要什么 多去看一些管理者 讲到 创业者 多去看别人失败的经历 成功的原因 千千万万 失败的原因 就这么几个 去看见别人失败